营业的时候呢 直接 我都觉得很尴尬 因为 他都没有想到说 我们从外厂到厨房 其实只有隔一个木门 然后那个木门是用手推进去 晃动晃动 那种 门而已 所以呢 他讲话其实外面的人都听得到 嗯 直接就说 然后我就冲进去 他就说 What the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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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F-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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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奇黃玉文 沒錯 我增加了一個新的開場手勢 因為想說不是很多Youtuber他們在開場的時候都會有一些 你知道啊,這邊來那邊去的這種介紹方式 好啦,今天真的很開心又跟大家要聊聊天了 那有沒有注意到我背後這個布景呢? 新的這個布景是巴黎鐵塔 是因為米奇剛從巴黎回來嘛 其實有點尷尬,因為今天要聊的其實是澳洲相關的方面 好,廢話不多說馬上進入今天的主題 我是怎麼樣在零經驗的狀況下進入餐飲業呢? 我做得到,你也做得到 首先很多人問我說,欸,英文不好又沒有經驗 要如何挑選適合的餐廳 這問題你就問對人了 因為我本身就是完全沒有經驗的 那我英文呢也是就是一般般啦 在去的時候我就是會講一些句子 可是聽不太懂,可能閱讀比較厲害 就跟很多台灣的朋友們一樣 那我建議呢,大家在剛開始第一份工作呢 找的餐廳最好是找那種八國聯軍的 什麼叫做八國聯軍呢? 這是我自己取的綽號啦 就是當你走進一間餐廳的時候 你看到說,好像有不同國家來的人喔 對我來說,我當初會覺得比較沒有壓力 因為大家的英語可能都是第二母語 所以就會覺得如果有口音,你也有口音 你可以感覺那間餐廳對於種族的接受度會比較高以外呢 你也會覺得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再來呢,就是最好是要挑選那種營業時間比較長的餐廳 比如說早上從六七點就開始營業啊 賣一些咖啡吐司 中午就開始賣酒 然後最好是營業到晚上十十一點 然後關門大概一點的那種餐廳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主要就是因為你進入那樣的餐廳以後 你拿到的時數會比較多 什麼叫做時數呢? 比如說我排你一三五上班 那班表給你寫說是早上七點到下午三點 或者是三點到十一點 那你會覺得說這樣八個小時 那三天就有八三二四個小時 你以為你就會穩穩拿到那二四個小時的錢了嗎? 不是的 比如說他班表給你排七到三點 但是比較不忙的時候可能在早上十一點 你才上班四個小時 他就說你可以回家了 所以你就會 莫名的就少掉了三或四個小時 你的錢的方面就比較沒有辦法掌握 那這主要就是澳洲餐廳好跟不好的啦 有做過餐營業的人你應該也知道 就是如果店裡很不忙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痛不遇生 他就趕快回家 那在這個時候澳洲就是會說 那你可以回家了 因為店裡不忙 都有好跟不好啦 一個是薪水比較穩定 另外一個是時間比較彈性 比較穩定 穩性 不管怎麼樣澳洲的工作方式是怎樣 剛開始在你技能還沒那麼強的時候 你的可取代性就很高嘛 所以最好大家是要選擇 營業時間比較長的那種餐廳 這樣子的話呢 你排的班表機率拿到的時數會比較多 他幫你排一三五 你就可以跟老闆要求說 那我禮拜一禮拜三禮拜五 我可不可以上Double 就如果你覺得自己體力OK的話 你可以說可以從早上7點上到晚上10點 我當初就是這樣子 就是為了賺錢嗎 因為如果要討論到澳洲的房租 啊墨爾本啦 因為我主要是帶在墨爾本 如果你住在City Sharehouse大概一週就是150到200 大家自己算一算啦 就是基本上你可能要打兩份工 你才會覺得生活比較OK 然後也可以存到一點點小錢 或是做一些消遣的活動 接下來要跟大家聊聊應徵時候的小技巧 首先呢 你要了解自己是在哪一方面能力比較強的人 你是履歷寫得很漂亮那種人嗎 還是像我一樣 我覺得我是走認識族的 就是我覺得啦 我可以給我的老闆 感覺到我是一個很積極樂觀的人 所以我在應徵的時候 其實我把爛爛的履歷呢 印大概可能有100份吧 然後掃接發 我只要看到燈是亮的 有在營業的餐廳 我就 欸 那因為墨爾本是一個種族大融合的地方 你其實都是有機會的 大家不要覺得說 喔你是不是因為膚色不同啊 語言不同啊 就可能沒有人會應徵你 墨爾本我覺得它是一個hospitality 就是餐業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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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的一個地方 當然你在剛開始技術比較不好的時候 可能需要多努力一點 多表現一些積極樂觀 願意學習的態度 但是我覺得只要你有一些技術的話 我是覺得蠻容易找到工作的 回歸正題 如何在你還英文不好的時候就被錄取呢 像我本身呢 就是在發履歷的時候呢 我就會無數個都表現的微笑 就是讓他覺得我是一個好像旁邊有泡泡有太陽的那種員工 雖然說他在問我問題的時候 我有時候還是說 Sorry I don't understand Can you speak again 就是我都還是很誠實的告訴他說 其實我聽不太懂你在說什麼 最後面呢 那個應徵我上的經理他有跟我講一件事情 就是他對我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他說我在遞給他履歷跟他聊完兩三句以後 我問了他一件事情 我說我可不可以把你們店裡的菜單拿走 回家做功課 這點真的大家很需要去做 第一就是刻意表現出自己的積極度嘛 第二就是不管你有沒有應徵上 多學一些菜單裡面的原料跟英文都是很好的 亞洲的菜單比較多是那種圖像式的嘛 就是你牛肉麵 他不會告訴你牛肉麵裡面有什麼辣油啊牛油啊 你就是看到一張牛肉麵的圖嘛 可是國外呢 他全部都是英文的單字 因為國外有很多很多會過敏的人 他可能吃到海鮮會死 他可能吃到有一些牛奶類 起司類的東西會吐 所以他必須要在每一項菜單的下面 把他的原料寫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不管你有沒有加入餐飲業 我覺得都是非常需要知道的 再來是他打電話叫我去試工的時候 試工就是在錄取你之前把你找過去試工 試工是他不用付你薪水的 那法律規定好像是前三個小時 不付你薪水 可是後三個小時 其實他們是要付的 這點我就不去琢磨了啦 因為我必須說其實很多餐廳在你剛開始還沒有經驗的時候 他試工時間可能會拉長到六到七個小時 那我自己是覺得不僅是試工 還是教你一些餐飲業的知識 建議大家就不要太 欸!我已經三個小時到了 第四個小時現在開始付我錢 我是覺得剛開始大家 經驗還沒有那麼足的時候 就不要去要求這麼多 總而言之呢 我在試工結束的那一天 我就私底下在問那個經理說 有幾個menu上面我查到的問題想要請教你 不知道你方不方便在下班以後 或是你休息的時候可以打擾你一下下呢 他看到了我那一張menu寫上滿滿的筆記 他覺得這個人很認真想學 在試工過後的兩到三天 他就打電話給offer我工作了 所以這幾點小技巧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要如何展現你積極懇虛的態度 並且讓雇主覺得你是一個可以投資的對象 這是非常重要的 正式開始上班以後 那些我們覺得好像很簡單的工作 點餐啊端盤子啊送菜啊這些事情 都有來說真的超級難的 首先我不會拿三個盤子的 所以這個我練了很久 那除了學會這點以外呢 有一點我就非常困擾 就是剛剛我提到的飲食方面的問題 因為你知道台灣人根本就沒有那麼多的飲食的妹妹嘎嘎 所以如果你吃到什麼東西不舒服 你知道上個廁所就好了 可是欸好少人真的很可怕欸 曾經有過幫一個人點餐 然後點那個dairy free的東西 dairy free就是說不能有過奶跟cheese相關的東西 我就跟廚師講了 那廚師也說ok 後來他點的那個risotto就是燉飯裡面 那個廚師沒有加cheese啊或是牛奶之類的 結果因為前一個廚師在準備燉飯的時候 好像為了好吃 有在燉飯裡面先泡了一些牛奶 結果最後面我真的眼睜睜的看到那個女生在我面前吃飯吃一吃直接這樣 昏倒欸 然後昏倒以後這樣抽搐 我當下真的下傻 雖然我知道不是我的錯 因為我已經告訴廚師了 可是你知道我畢竟是負責點單的那個人 家屬就完全一直在瞪我這樣 覺得是我的問題 然後說快打快快打幾號啊 忘記了反正就是澳洲的那個救護車的號碼 我現在想到這件事情還是雞皮疙瘩 我覺得很可怕 就是在國外真的很多人有莫名其妙的過敏成分 我是覺得我們真的還蠻幸運的啦 身為台灣人或是亞洲人 我覺得我們的胃都很堅強 那也因為我常常在工作時犯的一些錯 我記得那個廚師非常討厭我 因為我們那間店蠻小的 我們點單都是要寫在紙上面 那我英文字我可能比較急 我又寫的比較醜 他就看錯 或是有時候我點錯 他整個就超級不爽我的 他當下不爽的程度呢 一定就是在營業的時候呢 直接給我髒話 我都覺得很尷尬 因為他都沒有想到說 我們從外廠到廚房 其實只有隔一個木門 然後那個木門是用手推進去 晃動晃動那種 門而已 所以呢他講話其實外面的人都聽得到 直接就說 然後我就衝進去 他就說 然後呢我都只能忍住繼續上班 忍住繼續上班 我不知道台灣的餐飲業環境會不會這樣欸 我其實在墨爾本 有些餐廳我會遇到脾氣很不好的廚師 對 對 我在剛開始的時候 我確實犯了蠻多錯 他討厭我是有原因的 不過 也要跟大家提醒 如果你在職場上 被別人這樣子講的話 第一 應該要跟經理反應 再來的話 其實你是可以告他的 我當初應該削這一筆 但我就是沒有 在那個當下 其實你不會想那麼多 你只會想說 趕快提升好自己的能力嘛 不管怎麼樣 我在沒有犯錯誤的狀況下 那個廚師也是對我都會大小聲 就是很討厭我 這一切的一切都對我來說 轉變很大 之前也有提過 我在台灣的時候 是當氣象主播啊 或是專題記者 就覺得大家都對我很好 可是一瞬間就是 變成我要去服務別人 然後會一直被罵 這個心情呢 總而言之有一天 我在倒垃圾 在清理廁所的時候 我就哭了 我在清理廁所的時候 我就哭了 我想說我到底在幹嘛 我這個決定 到底是不是對的 在那一次大哭過後 我就告訴我自己 不能再這麼軟弱了 我一定要 盡盡自己的能力 於是呢 我就開始想說 欸 我想要當咖啡師 因為呢 剛剛提到那個 很討厭我那個廚師 他每天都要喝兩杯咖啡 我想說 欸如果我在店裡 當上了咖啡師的話 他就會每天都求我兩次說 拜託我幫他做咖啡 幫他做咖啡之餘 我還可以在他的咖啡杯裡面 吐口水 我當下就是有這個想法 你知道嗎 所以這是讓我 就想說 好 我就是要努力的學 如何做咖啡這件事情 這邊也讓大家了解一下啦 墨爾本的咖啡文化在 全世界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雖然說 咖啡機是義大利人發明的 可是 如果要喝到好喝的咖啡 全世界公認呢 是在墨爾本 所以你就知道啦 墨爾本的咖啡師 其實他們蠻拽的 對於一個咖啡師來說啊 你平常不能夠進入他的工作領域 像是說 倒牛奶的jog 以及冰箱 你也不可以碰 當然更主要的就是 那個磨咖啡機的那個grinder 你也完全不能碰 我跟你講 就連柳丁枝 你都不能碰 你都不能緊你知道嗎 因為那是屬於他的工作領域 所以我就覺得說 哇賽 我真的很想要當一個 就是有權力的人 於是呢 我就想說好 那我就要好好的來學咖啡 所以呢 我就私底下去 報名了上咖啡的那個課程 在這邊也跟大家分享 那課程真的超級爛 記得我上完以後 我印象中的就是 我打了一堆很爛的奶泡 啵啵啵啵啵 就是很大顆那個奶泡 然後用那個奶泡來畫畫 就這樣 我根本就沒有學到 就是任何的技巧 在墨爾本啊 那個證照根本就沒有用 根本不會看你的證照 他也不會問你這麼多 你懂不懂觀念 其實他就只是會找你過去 然後叫你直接做一杯咖啡給他喝 因為懂咖啡的人都知道 只要看你的一些手法 以及聽那個打奶泡的聲音 就可以證明說 你到底是不是會做咖啡的人了 那我到底是如何學會咖啡的呢 其實就是我在 上完那個咖啡的課程以後 我就跟經理講說 經理我真的很想要學咖啡 他一直覺得我很有心喔 所以就叫那個店裡的人 在下班以後 教我一些些 所以呢 我就是靠著那一點皮毛 就應徵上了另外一間餐廳 正式展開了我兼職的生活 那這邊也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在墨爾北應徵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你應徵咖啡師 可是你到那間店的時候 他跟你講說 你要先從服務生開始做起 等到咖啡師休假 或者是他離開了 你才有可能可以 地補他的位置 這些都很正常 你不要覺得說 欸我一開始應徵咖啡師 為什麼不直接給我拿咖啡師的工作 在你程度還沒有那麼好的時候 我說真的啦 這個就等到你程度OK了以後 你再去跟別人聚與力爭 所以我當初應徵向了一間餐廳 他說要讓我當咖啡師 可是其實我到後面是當Waiter 不過呢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在那間工作夥伴 全部都是英文是第一母語的 所以在那個地方 我雖然沒有精進到我的咖啡技術 可是我的英文口語就是從那邊開始的 練習到我的語言 但是就是 比較沒有在工作上面得到成就感 因此我又再兼了一份職 大家一定覺得我為什麼這麼拼對吧 你在國外的時候 你開始會珍惜每一天的生活 我自己都會覺得我每一天都想要學到一些東西 所以在那個時候我進了三份工 第三份工作呢 就是我現在要講的 就是我去應徵了一間日式料理 也是當服務生 那時候為什麼進去啊 好像就是因為 好像就是因為那間店的老闆也跟我offer說 他之後會有咖啡機 那有的時候就會讓我當咖啡師 結果沒想到一進去啊 反而就是因為缺bartender 所以就決定要來找我當bartender了 然後我想說 蛤?我完完全全不會調酒欸 就覺得 嗯真的好嗎? 可是那間店就是很願意投資我 也很願意訓練我 我就覺得如果他們願意投資我的話 那我就試試看囉 也很感謝我的調酒啟蒙老師 他是一位澳洲當地人 雖然他沒有得過什麼很多很多的獎項 可是他就是一個 他調出來的酒就是balance到不行 然後很多人喝過他的酒以後都會指定要他調酒 他也告訴了我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 當你把自己的個性設定出來以後 以後就會有人跟你點調酒 因為他就是很喜歡你那個味道 謝謝那個啟蒙老師欸 雖然說他是一個澳洲小屁孩啦 沒想到我原本是想要當咖啡師的 竟然先當上了這個調酒師 我就覺得不行啊 我還是想要學咖啡 所以我就再繼續丟履歷 很幸運的我在我們家附近的一間小小的咖啡廳 主要是做take away coffee 的 他非常非常的忙碌 一天呢咖啡可以做到6公斤 就是可以磨掉6公斤的咖啡豆 那一間呢我就展開了我的咖啡奇妙旅程 我的咖啡啟蒙老師呢 他叫做Evan Evan給了我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 墨爾本的人呢他不會給你第二次機會 咖啡豆磨好了以後不是會流出來兩個shot嗎 如果你看到那個shot流的不對 或者是你這個牛奶打得不好的時候 不要懷疑立刻扔掉 他不在意你浪費這些成本 因為墨爾本人他只要一次喝到你的咖啡 覺得難喝不會再回來了 墨爾本他就是顧客的嘴巴都很挑 因為有太多檢點在做咖啡 而且是很好喝的咖啡了 那關於咖啡這塊 有機會也想要再開一集跟大家分享 我在墨爾本學到的咖啡 那我是如何當上飾酒師的呢 聽到這邊大家是不是覺得我很常換工作啊 我跟你講沒錯 我知道這樣對很多店家來說不公平 因為我可能上班上了半年就離開了 但我覺得啦 也不是我覺得 事實就是這樣子 墨爾本呢 他都是來來去去的 除非你跟他有簽一個contract 或者是你有promise 他說我一定會在你這邊留一年以上 要不然我又覺得說你半年要走了 你都是ok的啊 那最後也因為我剛剛提到我會咖啡 會調酒 那我waiter的工作也還ok 我就覺得說我不想要再一次兼三到四份工了 因為時間這樣其實也蠻難瞧的 我就想說好在我擁有這些技術以後 我應該有資格可以去找一份還不錯的工 那所以呢我就在City找到了一間店 這間店呢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一間店 那這間店呢主要是bottle shop 就是它是在賣葡萄酒的 只不過他的營業時間也是拉得非常的長 他從早上開始在賣咖啡吐司 中午就開始賣酒 然後一直營業到晚上凌晨12點這樣子 我就是被應徵進去 我是當咖啡師 但是每天在做咖啡的前面呢 就是面對一整排的葡萄酒 你知道日酒申請這個詞就是這樣子來的 我每天這樣一直看在做咖啡 嘶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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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嘶的 我想說嗯 那個葡萄酒嗯 有點興趣 所以就開始每天就會問同事想說 欸那個酒的味道怎麼樣啊 久而久之的我就開始對酒 越來越有興趣就開始去考證照 有一個證照呢叫做Weset W-S-E-T 它是Wine and Spirit Education Trust 的縮寫 這一個有四集 那我最後面我離開那間店的時候 我考到第三集 所以就是還不錯啦 因為它沒有那麼好考 那另外我也有考到了 Code of Master's Amelie的intra Level 這兩個呢都是在國際上滿有名的 酒類國際教育組織 那也要跟大家說啦 如果你今天想當飾酒師的話 其實這些執照是其次 最好呢你還是要懂很多歷史 而且跟很多釀酒師成為好朋友 就是說你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客人聊天啦 因為大家可能也聽不太懂很多專用的名詞嘛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能不能夠說出很多故事 讓客人想買單 如果客人買單 老闆當然也就買單啦 如果大家想當飾酒師的話 亞洲女性 英文又不是母語的人來說呢 是有點難度 所以我也是拚很久很久 然後最後面才真正當上飾酒師 那飾酒師這一塊改天我也會再拉出來跟大家做討論 因為我很愛葡萄酒 在台灣已經很久沒有喝到好喝的葡萄酒了 這邊也希望呢 如果你是葡萄酒的愛好者的話 也歡迎在底下留言 我們改天可以來合作一個影片啊 或是來聊聊天都OK的唷 那最後我是怎麼樣當上餐廳經理的呢 在我剛剛有提到我會的一些技術以後 基本上就是你都蠻好找到工作的了 不過也要跟大家分享 在國外呢當餐廳經理這件事情呢 我是覺得我做了一次以後 我就不會想再做第二次了 因為你知道經理的功用是什麼 就是面對抱怨的客人 因為本身文化上面就有一些不同 自己是一個不太會當黑臉的人啦 所以餐廳經理這件事情呢 是我在墨爾本覺得最不滿意的一份工作 就這樣的經驗提供給大家啦 今天主要是在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墨爾本這四年來做餐飲業 是怎麼樣一路這樣做上來的 一句話分享給大家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這個fake it呢 不是說要你騙老闆說 你明明不會做咖啡 可是你卻會拉花 而是要你騙自己 你要告訴自己說 我一定做得到 就算你不相信自己 你也要騙自己 我做得到 在這邊也祝福 要前往墨爾本或者是澳洲打工的朋友們 經驗取代一切 久久之 相信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理想的工作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就請你幫我分享留言加訂閱囉 那麼我們就下次見啦 Bye